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居武八雅居 法觉纷飞 日月交错 空间法则催动之下 迎合一掌朝前推去 那大日和圆月纠缠旋转着 日影月末间 四在一瞬间流淌了千百年光阴 赋予空间法则神妙的时空之力由此而诞生 日月神轮 浓浓的轨迹感涌上左权徽心头 此时此刻 他哪还顾得紧去营救周梯 杨开这一招神通秘术 彻底抽出了六品开天能施展的范畴 即便他身为七品 也是闻所贵闻 见所未见 之前杨开无论施展出多么精妙的招式 多么了不起的神通 左权徽都没有放在眼中 彼此境界的差距 弥补不了神通上的灵力 即便是他所知的那精妙驻日 左权徽也只是稍稍警惕而已 他确实没有神通法像 但一个六品开天所施展出来的神通法像 也未必能将他怎么样 杨开若是真的施展出精妙驻日 他自有应对之法 然而此刻杨开施展的神通却足以对他造成巨大的威胁 一剑寒光便虚空 小乾坤的虚影在左权徽身后浮现出来 那是一个繁荣的世界 世界伪力疯狂催动 左权徽七品开天的威势瞬间抵达巅峰 长剑青天 一剑斩相 这一剑倾注了左权徽一身的修会 没有丝毫留守 日月神轮如期而至 耀眼的光芒将左权徽的身影瞬间吞没 恐怖的能量爆发出来 虚空中一圈光运朝外推进 也免不知多少万里 宛若世界末日来临 余波冲击看来 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好似架着一夜孤舟 在狂风暴雨航行 随时都有轻浮的风险 杨开身后 毛者耿青两人目光呆滞地望着前锋 不由回想起当初在无影动天中的情景 玄阳山正是被这一周毁灭的 时隔不久 再见着一世神通 比起当日似乎更加强大 鸟鸟鱼波逐渐平息 混乱的战场 再一次恢复了平静 方才那鱼波爆发出来的时候 每个人都在自暴 根本无理去纠缠他人 一双双目光 纷纷朝杨开和左翔辉瞩目过去 这一战的胜负马上就要揭晓 由不得他们不紧张 虚空中杨开脸色苍白如指 幽浮出那个贯穿的牲口 心血流淌不止 整个人都有些摇摇欲坠 显然是快到游进灯窟之际 反观左拳辉 浑身上下完好无损 但那脸色却是铁青无比 依然保持着初见的姿势 动也不动 黄泉天君等人见状大喜 眼前所见 无疑说明左拳辉挡下了 杨黑那一招的神通 毕竟七品开天 不可以常理肚致 目光交会间 黄泉抱贺一声 说 身性疑惑便摆脱了挥骨天君 直吵杨开扑杀而来 苍延天君和金刚天君紧随其后 那六品开天的女子亦是如此 唯一一个动弹不得的是周梯 这家伙方才就身陷邻居 左拳辉来不及营救 就被杨开的日月神通拖住了身形 莫梅与老白等人联手趁势将其轰了一轮神通出去 此刻凄惨至极 也不知生死 四位六品左右袭来 杨开却站在原地 似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 关键时刻 毛哲和耿青对视一眼 匆忙迎了上去 你们找死 月合也交合一声 火通 华勇 舒木丹夫妇 挥骨 火速救援 又是一场混战 不过这一次 却是徐公帝这边站进了上风 毕竟人数比对方要多出不少 轻松将来袭的黄前天军等人击退 然而众人最忌惮的 就是那左拳辉 一个七品开店还在这里 任谁心里都直打鼓 实在不敢过多纠缠 守护着杨开退回一旁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从始至终 那左拳辉竟是动也不动 一直保持着最后初见的姿势 好似一具雕像 到了此时任谁都瞧出有些不太对境 左拳辉绝对没有毫发无损地挡下杨开那一招神通 否则绝不可能错失斩杀杨开的良机 直到众人护着杨开退到安全的地方之后 左拳辉则忽然身形一致 一圈气浪爆开 一口鲜血喷出 师尊 那六品开店女子大惊失色 开眼望去 目光一呆 只见左拳辉的脸上竟有一块指甲大小的皮皱脱落下来 更多的细小裂缝遍布脸颊 看上去就像是干涸的大地军裂的情景 又好像被摔坏的刺激 不但脸上如此 裸露在外的肌肤全都是这样 透过那脱落的皮肉望去 有极为明显的诡异能量在涌动 师尊居然受伤了 六品女子心神俱阵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位老牌七品居然被一个心境不久的六品给打伤了 这种事更顾未有 黄前等人也正在当场 左拳辉微微抬手 支住那女子的话头 阴冷的目光朝杨开那边望去 这是什么神通 杨开剧烈地咳嗽着 好一会儿才吐出一口血水 宁笑道 你管我是什么神通 能打伤你便是好神通 左拳辉轻轻喊手 本军小瞧你了 以六品之神能做到这种程度 纵观古剑恐怕只是你一人 之前杨开展现出超乎想象的实力 左拳辉本体为自己已将他的底线逼了出来 谁知竟还隐藏这样一招杀手锏 实在打了他一个出其不意 事到如今说这些还有意义吗 杨开冷冷地望着他 左拳辉淡淡道 将周梯交给我 班军即可退走 杨开扭头朝一旁望去 正好看到那边周梯正在不住的渴血 精神萎靡 这家伙也是命大 最后关头 输了莫梅和老白等人联手一轮神通 竟然也没死 不过如今也只剩下半条命了 怎么 你这是要与我虚公地 化干戈回玉伯 杨开看向左拳辉轻蔑一笑 左拳辉缓缓摇头 杀了我弟子 此仇不共代替 安全自会报还 杨开目光古怪地望着他 你脑子有病吧 既然要与我虚公地不死不休 还有脸要我把你弟子还给你 左拳辉淡 若你今日放他一条生路 班军即可便离开虚公寓 日后也不会再对虚公寓 其他乾坤世界动手 你我恩怨他日再说 若你不放 班军说不得要在虚公寓 多留一些时日了 杨开脸色一沉 你在威胁我 你说是便是 左拳辉眼帘低垂 班军欺品知境 若执意在这虚公寓中做些什么 将来你也阻拦不得 杨开淡淡地看着他 千鹤伏地中人 行事便是如此卑鄙 左拳辉摇摇头 本军也不是千鹤伏地中人 所作一切与千鹤伏地无关 哼 事与不是 你心知肚明 杨开冷亨一声 左拳辉道 本军不与你纠缠这些 只给你三十系石军口内 恍你好自为之 虚公地中人 都被他这么一副不要脸的架势 气得蹊跷生烟 但也都知道 一个七品开天 真要是在虚公寓肆无忌惮 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阻拦 一个大雨如此广傲 今日他们能去三幻界 涂探生灵 明日便可去金阳大陆 杨开怒视着左拳辉 对方却是安然若素 好片刻 杨开才探手一抓 将那周替擒在手上 周替的模样 比杨开看起来还要凄凉 本就被轰飞了一只胳膊 此刻浑身上下全是血水 也不知断了多少骨头 伤了多少内腹 不过六品开天的生命力顽强 即便如此伤势 也不会死去 被杨开捏在手上 周替黑黑一笑 这老王又能怎样 到最后还不是又乖乖地把我放了 你敢杀了我吗 杨开淡淡地望着他 跳梁小丑之辈 不登大雅之堂 周替冷哼一声 城王败寇 随你怎么说 左权辉开口 时间一到 你的选择是什么 杨开抬头望着他 参唤这亿万冤魂的声音 你可听得到 多少人家近日欺离子散 家破人亡 要是我放了他 你先向黄泉去问问 那无辜死去的冤魂 看他们是不是同意 左权辉脸色微变 他身后那六品女子的眼中更是流露出惊恐之色 漆黑的金屋真火 忽然自杨开手中弥漫而出 金屋真火爆开 瞬间将周替笼罩 惨叫声响起 周替脸上的从容被巨大的惊骇所替代 不住地挣扎叫嚷着 杨开捏着他的劲脖 大手 铃铛有力 动也不动 冷冷地望着左权辉 这只是个开始 今日你等住人 有一个算一个 我若不将你等赶尽杀绝 便叫今日三会界死去之人化作运灵 纠缠我一生一世 让我永世不得安宁 左权辉脸上七肉辉微跳动了一响 黄泉天军 金刚天军和苍严天军三人 更是神色惶恐 若是一般的六品说出这种话 他们还未必放在心上 但杨开已经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 连七品都可以伤到 他们若是孤身碰上 只怕真的要被打死 凄厉的惨叫连绵不绝 那六品女子的眼中溢出了泪水 揪其道 师尊 救救中提示行吗 左权辉却是动也不动 只是死死的凝视着杨开 杨开咧嘴凝笑 你以为他不想救吗 是他救得了吗 真以为自己是七品 便可以在我虚空欲为所欲为了 我那神通可不是好受的 痛苦吗 绝望吗 这便是半日前 三幻见那些无辜生灵的感受 你们也好好体会一下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居武巴亚居